這個直播 日本防衛大臣飛行精英向媒體表示 北韓在今天凌晨發射了兩枚彈道飛彈 第一枚飛彈飛行了550公里 飛行高度達到50公里 第二枚則飛行了600公里 飛行高度一樣達到50公里 那兩枚飛彈似乎都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外 日本已經透過外交管道 對北韓這次射彈提出抗議 南韓方面韓聯社報導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軍方仍在研究和分析發射的是哪一類飛彈 並譴責北韓這次發射是重大挑釁 並且明顯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尤其是不到一週前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才剛剛親自督導 北韓發射固體燃料的火星18 洲際彈道飛彈ICBM 與此同時 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證實一名美軍士兵 昨天越過兩韓邊際進入北韓 駐海美軍發言人則表示 美軍震撼朝鮮人民軍官員接洽 一起解決這起事件 不過根據美國CBS News報導 有美國官員透露 這名士兵是陸軍的低階軍人 但因為違反紀律要被送回美國接手懲處 卻在機場通關後開溜 並參加瀏覽兩韓邊界的旅行團 趁機叛逃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